用充分的方式 先氧氣跟指揮跟藍色 要打到氧化到藍色對不對 藍色了 要打到藍色了齁 本來青色打到藍色好了嗎 還沒 好 再來 這種方式是古代鮮明在做的方式 那我們這邊因為產量很大 所以才有三圓一方 那圓的就是清泡 再清泡 清泡三天以後 然後把五十葉撈起來 然後加石灰來 用打藍用來衝擊 讓這個色素來跟石灰充分的結合 以石灰的重量把它拉下層 達到純澱的目的 用空水的方式 這樣打一下對不對 不會啊 打藍啦 要打到水啦 中間的藍色 好 藍色 厲害喔 真的厲害喔 暖暖的大金藍染 曾經是世界非常重要的農作物 它是藍染最後可以做成藍錠 然後呢台灣過去曾經在 一八五零年到一八八零年之間 台灣光是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 藍染所佔的產值 就是當時的全台灣第一名 而且連續很多年 下去衝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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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紅錢還是很深 還有錢還陣 有喔 有喔 我有藍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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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 基隆市長謝國良 特別到了暖暖的大金農場 參與傳統藍染的打藍體驗 感受百年前暖暖鮮明 在這邊辛苦的工作樣態 市長也期待這樣的一個 充滿在地傳統文化的活動 相當符合目前世界低碳旅遊的趨勢 能夠再度打響暖暖的名號 今天來到我們這個暖暖大金休閒協會 跟他們一起來這個打藍喔 把這個過去傳統古代的這種 紡織染枕的產業 我們自己親身經歷我覺得是非常棒 因為現在大家都講求永續 然後大家越來越環保 所以我們用這種復古的方式 來製作出這種染料 我覺得也相當有意義 那我們如何把它這種宣導成 讓外縣市都可以來這邊來體驗大自然 跟體驗這種古代在做染枕的方式 我覺得也是未來的一個觀光特色 我們應該要結合我們在地推廣的協會 好好的把它變成一種觀光產業的內容 其實就是讓大家有機會可以去體驗到 一百多年前的台灣 我們的農業是如何被加值 而且我們的農業是如何的興盛 而且甚至可以成為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的第一名 這件事情其實不只是在台灣的主題是認同上 而且也在在地文化的認識跟認同上 其實都會帶來非常非常重要的認識 暖暖大金農場也是淡蘭百年古道 北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 基隆社區大學未來也會配合更多的推廣 讓暖暖在地產業能夠結合更多力量來創造在地的商機 所以我們在大金的教育推展上面 設立大學在這個部分的課程還有一些所謂的體驗活動 我們就結合大金農場 我們希望說讓整個暖暖蘭這一塊 未來能夠跟三峽蘭評價齊需 因為我們的整個天候環境更適合大金的生長 那我們看到三峽它可能有包括中心啊 旅客服務中心啊然後產品的一些工坊 我覺得我們除了在大金作為基地 或許未來接下來在整個南暖街上 甚至包括我們在黃大石文化館 也可以作為整個延展出去的整個蘭嵐產業的一個推展 我想這個部分其實是有待後續大家的一個攜手 讓整個過去曾經在台灣的外銷上面 占最重要的一個藍錠 藍暖 能夠成為我們暖暖區 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地產業在地文化 暖暖大金 藍暖戰 記者黃瑞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